拍攝看見臺灣紀錄片的知名導演 齊柏林 去年六月在花東一帶 墜機身亡 事隔一年多 飛揚會主委 已經前往立法院進行報告時證實 該直升機駕駛在飛行前 有服用抗阻治安藥物 但是否就是確切的失事原因 還要等墜機事故報告出路 紀錄片導演齊柏林 去年六月十號 達成臨天航空直升機 卻不幸在花東一帶墜機身亡 但事故發生原因為何 至今還沒有定論 飛安會在上午前往立法院進行報告時 有立委提出質疑 抗組織胺藥物常使用於流鼻水 皮膚癢等過敏反應 具有止癢和止吐等功能 但卻有中枢鎮靜的副作用 容易引發四肢無力 昏昏欲睡等症狀 按國際民航組織規定 飛行員服用藥物必須要經過航醫中心的許可 否則容易會危害到航空器的承載人員安全 如果其他人導臨這個恐懶事件 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民航局就嚴重了失職 如果他是前一天或是前幾天 或是長期服用特定藥物的話 那這個藥物還得讓他航醫中心知道 他才能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禁止的 飛安會表示 後續還會檢討制度 看是否有改善空間 但每個人對於藥物的反應不同 因此這不一定和事發原因有關 事故報告預計在兩週之後出爐 到時候會有更全面的說明 至於失事的直升機公司 林田航空則回應 還沒有接過報告 並不清楚內容為何 記者綜合報導